万圣节 小朋友穿上搞怪服装 精心扮成了各种鬼怪 贴上纱布 涂上油漆 像是当红阴湿路里的行尸 都扮得栩栩如生 排成一排 像大哥哥大姐姐要糖果 科技公司发挥创意 让附近幼稚园小朋友 到公司一同玩乐 大玩苦手变装 而员工也突发奇想 趁机恶高长官 他被我们吓得很大 因为以前人工都不会这样做 牛皮纸柔的皱褶贴得满屋都是 还利用灯笼做成眼球 吊挂在天花板 再贴上假蜘蛛 但是费工不少 为了改造主管的办公室 花了将近十个小时 附近幼稚园的小朋友想来探观 这才促成了大小朋友 集结一团的狂欢派对 我是觉得一个企业都要 配合时事活动 然后参与一些社会关怀 那刚好这些小朋友 刚好下午没事 那万圣节就是小孩子的游戏嘛 扮演二死鬼 一口接着一口大可甜甜圈 老板想借着这次活动 慰绕员工 让他们上班辛苦之余 还能够适时放松 玩得尽兴 去的新闻单可选要加点台北采访报道